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华裔警员梁笔的案子 目前总算告一个段落 他被判了五年缓刑 以及八百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免于坐牢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现场 特别请到邓宏 邓律师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的始末 邓律师您好 你好 管 邓律师上个礼拜 刑事鉴定科学家李昌玉 李博士 他特别针对这个案子来到了洛杉矶 事实上他是有一场演讲 但是因为在场的媒体围着他 都一直在问他梁彼得的案件 我也知道他其实案子一开始 被告这一方也有approach过李博士 那么您作为李博士的得意门生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第一手 李博士对这个案子的分析看法呢 对 在4月15号的时候 我也参加李博士所主办的 这个Homicide Investigation 这部分就是命案调查的程序 其中一个案例的话 解释到就是梁匹德的案件 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在4月19号法官判法的时候 光好我们在课堂上的话 也在研究这个案子 怎么防范警察开枪的事情 当然的话这个案子 梁匹德在2013年11月20号 他在存楼 这个叫Pinkhouse在纽约里边的话 他在这种平价公寓里边的话 从8楼开始从上往下存楼 这种叫Vertical Patrol 当然的话就是说 李博士其中一个助理 就是以前Brown这个地区里边的分区局长 他就说这个区里边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当然的话 他们都会叫警察 都叫新手里面去练胆 所以他新手来的时候 都派他们去练胆 练胆的时候 从那个地方能够生存下来的话 那警察基本上可以的话 承受很大的压力 当然的话 Peter跟另外一个新手的警察的话 按照指示的话来存查 因为一个礼拜以前 在那边发生个枪案 所以他确定一下里边的居民 不会有持枪的案子 开枪的事情 所以在从8楼的时候 往下走的时候 光好的电梯坏掉 他们必须要走走道下来 所以从8楼开小道的时候的话 这个Peter良 他是左拐子 用左手开枪 他就拿起枪 以后推门往下走的时候 不小心枪走火了 更不巧里边的话 这个阿凯这个黑人跟他的女朋友 光要从5楼往上走的时候 他们要走楼梯 为什么电梯坏掉了 没想到的话 这个Peter良的子弹的话 弹了弹了几次 以后光好将这个阿凯这个黑人的话 打中他的身体 身杖部位 打中身杖部位之后的话 这种情况之下 Peter他不知道怎么发生 只有两个版本 Peter说的话 我不知道的话 只但打中人 所以我在那边的话 就说我应该 我fire 我应该不应该 打电话报通知总部 这时候的话 他的另外一个女的话 死者的女友 他说不对 一打到的话 我拼命叫 求喊了 求叫帮忙 没有人听 他从5楼的话被打中 跑到2楼去求助 才能够打他电话 到时候的话 Peter跟另外一个警察 到了楼 看到5楼的话 看到人倒在地上的时候 What happened 那时候的话 他忙着那边 也不打电话 叫救护车 耽误了4-5分钟 当然的话 他的同伴 白人 另外一个新警察的话 他说 当时他听到的话 Peter讲的话 I'll be fired 我会被开除了 所以这部分里面 是有两个不同样的版本 当然了 这个案子去了陪审团 在2月份的时候 他5项罪名全部成立 成立之后的话 我们法案社区 有二三十个城市的法人 走上街道上来抗议 因为Peter良可能面临 15年的劳刑 当时的话 我们也在节目上谈过 当时的话 有几个不公平的地方 第二个的话 是检察官起诉了Peter 因为他们认为Peter良 有杀人罪 杀人罪的罪名 当然陪审团也认为 Peter良有三个错误的地方 第一个他不应该将枪拿出来 第二个他在板手里面的话 不应该放在 手指不应该放在板扣上面 所以他一开门 一用力的时候里面的话 就将那板扣扣下来了 所以第三个疏忽的地方里面的话 是听到声音 你应该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打中人 然后他有四五分钟的时间 耽误了时间 所以这三个理由 他裁定了他罪名成立 当然华人社区发动了 游行示威 其中我们也发动了 大家的话写信给Thompson 写信给法官Dennis Trump 也后的话 法官收到四万多封信 检察官也收到了 几万封抗议信 就表示里面的话 一个华人 他没有所有经验 警察局不应该拿他来开刀 疏忽的话 他可能警察的疏忽 没有叫一个有经验的 这个指挥官的指挥 当然的话 就像James的话 就是李博士的一个助手 他以前就是管这个区的 他说这个地方里面的话 是太危险了 如果是你不拿出枪来的话 大家的生命都会有威胁的 以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你这个直接板扣放在那边的话 每个人先枪拔出来 一般的话都会很自然地 放在那板扣那边去 所以另外一方面的话 所以这几点的话都可以用专家来证实 很可惜当时的话 在辩护团队的时候 虽然李博士愿意义务去出庭 做专家证人 但是辩护律师没有叫他去专家证人 所以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被判了有罪之后 陪审团采发有罪 他批得可能面临15年 但是在社区的力量之下 Kennis Thompson宣布 我不寻求劳刑 那时候黑人不干了 他说No justice No peace 一个警察开枪杀人 居然不用坐牢 他们也说 如果是Peter的话 不判坐牢 我没有造反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非解的地方 他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还是有很多人感到不满 但是您在另外一个采访里面 您却提到说 其实这个判决是黑人跟华一 两兆都不得罪的情况下 做出的判决 对 这个法庭里面 你要知道法官的话 他要平衡社区的反弹 你要知道在两三年以前 但是还是有人反弹 当然了 多少黑人的话被打死 被警察开枪打死 警察没有被起诉 所以很不幸里面的话 是Peter光好是穿上警服 他不是他被起诉 黑人不满 不是因为他是华人 而是因为他是警察 警察开枪不接受惩罚 所以他们黑人觉得 这是种族歧视的 是不公平的 但是华人里面的话就说 那么多的白人 警察开枪了 你都不起诉 为什么挑一个华人的起诉呢 这也是两个社区 不同样的声音 那检察官他宣布 我不存求劳行的时候 黑人他自己的团队 团社区 黑人社区 就马上说 我要造反 那同样的 如果你判罚他坐牢 华人社区会继续抗争下去 这种情况下 Dennis Trump的话 他做了一个侧重的方法 那法官里边的话 就是说在判罚的时候 他说他将杀人罪 降为过世杀人罪 杀人罪里边的话 就是说好像我醉酒驾车 或者在这个大群人里边 我就看到 知道有人开枪的 这种严重性的 不理会别人生命的 这种情况之下是杀人罪 但是过世杀人罪里边的话 就是说你疏忽 而造成死亡案件 所以这一类的话 罪名降下来了 但是检察官他当时的话 他说我要要求500个小时的义工 法官重罚他了 800个小时 虽然不用坐牢 但是从500个变成800个 那这两个里边看起来 两个双方都不满意 检察官的话认为 这个是陪审团裁决的 是杀人罪 Manslaughter 你变成一个Nechogen 这个Manslaughter的话 这种的话是不对的 所以他要上诉 这种的话 让黑人的社区的话 感觉到 你看看的话 检察官也认为 法官的判的不公平 也要上诉 华人这部分里边的话 他本来是要坐牢的 现在不用坐牢了 以后时间这部分 已经提高了 所以同样的 法官将你所要求的 你所要求的话 这个杀人罪 变成一个误杀罪 也抚平了华人的不满 所以这种情况下 当然的话 因为他重罚了 以后变方律师也说要上诉 一上诉的话 拖上去大概要两三年 以后上诉的结果里边的话 百分之九十都是维持原判 但是这场政绩危机就解除掉了 以后到时候两三年之后 法院判下来维持原判 谁还会出去上节游行 没有了 所以这个法官是聪明聪明之处的话 就是说两边都有得到一定点 两边都不满 两边都会继续上诉 以后buying some time 以后过一段时间 就大家淡忘了这个案件了 大家就再也不会来炒作这个事情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看任何个案子的判决 都是要从证据来说话 那即使在上诉 你说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高 有刚才您提到那些考量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梁彼得 他开枪 他不是针对黑人格力开枪 他是对空鸣枪 然后子弹冲到天花板 再打到这个蛤蜊身上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 从证据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并没有杀人 对 你要知道里边 美国的法律的话 美国有50个州 50个州的法律的话 定义的话 是由当地的民众所提出来的 所以的话 他任何一个罪名成立里边的话 他们都会有一个叫 Jury Instruction 陪审团在哪情况之下 会判罚有罪 这种这个法律的定义里边的话 是一般的 我们透过两种方式立法 一个是我们选出的Assembly 我们选出的Senate 他们立法州长签字 成为法律 另外一种的话 全民公投 好像是大马合不合法 大家去投票 法律的话是当地民众所规定的 所以千万不能够用 哪一个州 或者是中国的标准 哪种标准 说你的法律不公平 这个法律不是按照你们的标准 而是按照当地纽约的标准来定的 纽约的立法之后 通过这个法律 以后的话 法官会用这个法律的话 写出Jury Instruction 要证实Mains Law的成立里边的话 有几个Element 有几个成分 所以律师里边的话 必须要说 不是说你什么证据 而是说检察官有没有证据证实 第一个Element 他开枪了 第二个Element 他有没有去杀死人 第三个Element 他有没有严重的疏忽 只要这个上面的成立里边 他可以追溯这个杀人罪 所以这个外面 外界评论里边的话 说这个不公平 那是不对的 你有本事 你改这个法律 很简单的道理 最容易简单的一个的话 像你写一个支票 给我跳票了 这部分算不算于违法行为 有的时候 有些州可以说 你只要还钱就算了 但是很多州的话 你跳票本身就违法的 那我向你借钱 好像的话 有的时候我借钱 我不还你钱 在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违法 一般那时候不算 这是毁约行为 但是在内华达州 你像赌场 casino签了一个叫marker 像支票一样的 保证你会还钱 你是一个大客 赌场马上给你五万块钱 这个现金 这个chips给你 那你以为就没事了 内华达州的法律规定 因为你上面这个字条上面的话 就是不单是借条 还是保证的话 这个票的话 就等于是张支票一样 所以因为你不付这个钱 它变成刑事罪 所以很多游客里边 中国游客的话 回国去了 以为没事 我反正欠赌场的话 我已经让他赚多了 输多了 我还要这五万块钱算什么 不理会 但是这个案子变成刑事案件 一有关的时候 马上被逮捕 为什么 因为内华达州的法规里边的话 它是为了维护赌场利益的 他们的法律的时候说 如果你签了这份借条 就像等于签支票一样 他可以扣成刑事罚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在纽约州 纽约陪审员认为 检察官已经证实 这个罪名成立了 但是法官说 这个他没有一个疏忽 他不知道有人在那边楼梯 所以的话 这个不应该是属于杀人罪 而是误杀罪 因为这个人的话 是无意之中的 对 这个华一郎彼得的案子 虽然目前算是告一个段落 其实他还没有完结 怎么说呢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请刑事律师 邓宏 邓律师 来为大家做更多的分析和解释 大家好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现场为您请到的律师是刑事律师 邓宏 邓律师 邓律师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梁彼得的案子 虽然目前出现的这个五年缓刑 8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的判决结果 但是这个案子还没有完结 最主要是因为 就像我们刚刚在进广告之前 您谈到的就是说 要看哪一个州呢 怎么样来诠释哪一条法律 那么我您刚刚解释非常清楚 就是说这个梁彼得他虽然他内枪不是针对受害者开的 可是呢 检察官他是从某个角度来解释 就是说梁彼得即使是这样对控铭枪 子弹打到受害者 也算是一种杀人罪 对 当然的话就是说 死者家属有两个渠道可以伸张正义 第一个的话要求刑事起诉 检察官认为里面的话 你要知道这个检察官Kennis Thompson两年以前 也是从Brown他这个黑人 Browns里面这个地区里面的话 他是黑人 很多是选民是黑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检察官为什么是民选出来的话 就是因为要反映民意 民意之言的话 他认为你看看别的地方里面 警察开枪打死黑人都不起诉 以后他就觉得的话 我们要替黑人组织公道 就起诉了 他的理由就是说 我一个黑人 很年轻的二十多岁的小孩子 以后带着一个女朋友 有很好的future在一起 走楼梯莫名其妙被警察打了 他也没有犯罪 只是走路过来 为什么被打死呢 这是检察官 所以someone有这个责任 这个责任应该是民事责任 他的家属已经拼请民事律师了 来告纽约的市政府 第一你指挥部队 你一个新手应该配个老手来帮忙 第二个的话 你们这些管理训练的话 这个新手的话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这部分里面的话 有管理方面的疏忽 他可以得到赔偿 但是刑事这部分有点牵强 很多地方可能不会起诉 但是因为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有正义 Ferguson的案件 警察没有被起诉 一个16岁的Michael Brown 被警察打死 警察官决定不起诉 认为警察的话 开枪是合法的 Gartner 一个黑人 被几个白人压在地上 喘气喘不过来 以后送到救护车里面 死亡掉 没有起诉 弗洛伊达的Zengerman 以后警察开枪 没有被判罪 还有很多地方 警察开枪都没有起诉 所以他起诉这个案件的话 是要为了平民愤 当然的话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里面的话 Peter良 他自己没有这个意图去伤害人 他自己里面 从香港的家庭 他父母是香港过来 在餐馆里面做厨师 他在China Town长大 他一生一生做警察 希望能够帮人 没想到里面的话 开枪 想到人 就像梁匹特 他自己也说的话 这个是他一辈子后悔的决定 后悔决定有可能两个 后悔做警察 后悔那天存落开枪 所以他也很抱歉 一个无辜的生命 牺牲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里面的话 在任何一个刑事案件 都没有赢家 就算两方面的话 他们都会上诉 但是上诉里面的话 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案子 都不会有真正的 会有三个结果 百分之九十会维持原判 百分之一左右会推翻 百分之八九十的话 就算有上诉成功 会重审 重审的过程之中里面的话 又从头来过 这个案子 辩护率是太轻敌了 所以当初的话 就是说 你要证实三点疏忽的地方 你不是说你捧梁匹特 在亭上坐镇的可以了 你必须要找专家 专家里面的话 证实在纽约这个地方 这Ping House 这个Public Housing里面 很危险 其他人的话 为什么将枪拔出来 并且要找专家出来 专家证实里面的话 一个枪的设计就是这样子 很有可能里面的话 任何一个警察用力的时候 有可能另外一个手指 会不自然的 无意志中会 可能会扣了板扣 扣板扣这部分的话 不是说叫你陪审员的试试 能不能扣得了 而是请专家来 请这个制造箱来说 在哪种情况之下 会容易的 证实的话 这个疏忽是可以预见的 不是说它有益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必须要找专家去拿来 就是说这个死者 就算梁匹特 马上打电话报警 警察来到时候 有没有办法能够抢救过来 都要靠专家 所以为什么的话 我在李博士实验室里面 跟他学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谈到就是说 怎么样用专家的方法 用科学的方法 来解释的重建现场 很可惜里面的话 太多刑事案件 包括梁匹特的案件 没有用了科学的角度 那梁匹特的律师 他们表示要上诉 对不对 那如果上诉之后 用您刚刚讲的那三个方法 来证实梁匹特 并没有所谓的杀人罪的嫌疑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案子会 上诉之后结果 会对梁匹特更好呢 不一定 为什么的话 90%可能是维持原判 并且他真正上诉的话 当时大家为什么 要声援梁匹特里面的话 就是他可能会面临15年的劳刑 我们对客人说 你上诉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你现在目前的判决结果 不可能再更轻了 5年缓刑以及8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这是对一个在杀人罪 被定罪的警察来说 是最好的判决结果 对 因为我是梁匹特的律师 我会建议的话 建好就收了 因为毕竟里面的话 社会资源已经浪费太大了 毕竟我们现在没办法解释 一个黑人无辜的被杀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虽然是梁匹特他也知道 是我后悔了 对不对 我觉得的话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没有坐牢 我们社区帮了 也帮了这部分了 以后的话 再又浪费社会的资源 我觉得的话 就是很不应该 所以您会希望 就是大家见好就收 然后你觉得这个判决 也是算是对非裔 对华裔来说 都是公平的 公平的一个做法 在刑事案件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是盈方 对毕童来说 他的整个前途全都溃掉了 他再也不会做警察了 对一个阿凯这个死者的家属里面的话 生命是不能够重新再来过的 所以这个刑事案件是没有的 反而从这个案子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里面 我觉得的话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而鼓励 觉得警察的话太危险了 不会 我觉得的话我经常说的话 梁匹特的案子是非常 有点特殊的案件 我认识很多警察朋友的话 他们都是非常专业 但是的话 在做警察的过程之中里面 要学会保护自己 学会怎么样子来判断 很重要 不是每个人都是做警察的料 有一些警察都是 有些人的话 见不得学 没有这个胆的话 千万不要去尝试这个工作 你必须要有个兴趣 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训练 才能够做 做好一个亲子的警察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跟警察打交道的时候 不能够说警察一开枪 他们就不对 或者是我是有道理的 我要跟警察论道理 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 我们发现很多华人 被警察打死里边的话 就两类 一类是精神病的 不听从警察的指挥 另外一类里边的话 就是说有可能语言关系 有可能是在亚洲地方 生活的习惯 一听见警察举手 以后捧什么理由 要举手 以后不听从警察的指挥 警察叫你的话 不要将手振进去 以后你非非 对警察来说 警察在两种情况之下 是可以开枪的 第一 滋味 在自己生命感觉到 inmediate danger 有马上威胁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可以开枪保护自己 第二个 可以保护他人的情况之下 但是的前提是 inmediate danger 有马上的 立刻性的危险 所以很多时候的警察开枪 一定会说 我手上的话 看到他有枪 我开枪的 我看了他手上戴口袋里边 往口袋里边伸 鼓鼓的 我以为是枪 后来发现里边的话 拿出来不是手枪 而是发现的话 死者是个手机 但是我当时判断了错误 但是我当时感觉到 inmediate danger 如果我不先开枪 先下手为枪 我就会被打死的 所以很多警察的话 他们训练 他们都会跟你讲 如果你要开枪的话 你一定 那这样警察不是权力很大吗 他anytime 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他就可以开枪打死 所以警察 聪明的警察 学会保护自己的话 他永远都会说 我看到的东西 以为是枪 所以Ferguson的案件 很多案子 警察为什么被起诉的话 就算他们发现 手上的话 他手上拿的不实枪 手上根本没有东西 但是他会说 因为我看到他手上有东西 我以为是枪 如果我不开枪的话 他会打死我 或者是他已经 手上往那边 他要开枪打另外一个人 我们五年以前 就有个案子 在Montre Park这个地方 当时我一上班的时候 九点钟上班 八点多钟的话 有个血淋淋的老太婆 在等着我门口 邓律师要批我主持公道 我说为什么 警察将我儿子打死了 开枪打死的 后来我们叫来了 以前退役的警察 我们几个专家 坐在一起听 他说什么发生的 他说我儿子是有神经病的 以后他突然间醒过来 要杀我 追杀我 我大儿子听到的话 他追杀我的情况之下 拿了刀打电话给警察了 所以他在追我的时候 警察冲进门来一边了 以后 这时候的话 我死者的儿子 封儿子拉着我的手 那时候的话 警察 他右手拿了刀 警察也没有警告他 直接开枪打死了 打死他 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就是说警察有没有办法开枪 我们重演了现场 我们发现的话 警察的版本的话 我看得通进去 如果我不将他开枪打死 这个老太婆就会被打死的 所以老太婆里边的话就是 这个老太太的话就说 他是疯子 但是为什么非要将他打死呢 以后的话 你看他 因为光好儿子打了之后 打了 都是打了头部 打了胸部这部分 他说为什么 打了我满身都是这样子 以后为什么警察开枪是致命呢 警察的开枪里边的话 他要么不开枪 要开枪绝对是致命的 第一 你不致命 就表示这个危险不是致命 你没有必要去开枪的 所以第二个里边的话 死无对阵 所以第三个里边的话 警察开枪 他要知道的话 你打了不同样的地位 部位的话 还要反弹 所以警察开枪的 一定是连续先开枪的 是 谢谢邓律师 为我们真正解释的 这么详细 其实法律是为 有备而来的人准备 而您准备好了吗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